請收看 衛心世界 衛心倫大 以花掛開天門 與花載花舊功成 光禪老祖廟之聖 一晴星發藏天際 風水裡宗教裡人典 為新生教竟衝弦 天下太平一萬年 母體系培養 就兩個答案 就這麼簡單 好了 到了今年2019年的第九點獎的驗 在我個人的用意過程裡邊 我分成了四大象 沾 論 斷 驗 沾就是我要沾取這個瓜 我什麼時候沾 為什麼時候沾 為什麼是沾 這是沾象 論 就是我根據我所沾出來的瓜 逐相去論它 是論 斷 我要決斷 像現在我決斷說你祖墳有愛 所以你的運勢也有愛 母體需要調養培氣 母體需要調養培氣 因此到了2019年到今年 各位要知道要動一個祖墳真不容易 因為股東太多 他要一一去喬 喬了五年 那祖家回報 在2019年的春天 就是今年的春天 起決 開關了 建樹根破關 穿阻骸 穿阻骸 從頭部 進去 一直到胸 胸部再冒出來 冒出來 所以 進行旗鼓千丈 那祖家說是 老師你當時斷的事入水 我說對了 棺木被你的樹根穿破的時候 水已經開始泄了 你應該看到水痕才對 但這已經沒有辦法驗證了 沒有辦法驗證了 另外我們驗禍又在論 既然你今天來到了 做錢 願意跟我分享 我們在五年前沾掛 在今年起決的這樣的一個驗證 那我們非常高興 就有了一個驗禍論了 他說 樹根破關穿骸 乃山窑卯木入木以出窑 各位看到 山窑卯木是不是入了動木 各位知道 十二長生有日成長生 有動窑長生 有便窑長生 至少有這三個長生 你需要去研究了 各位餵土洞 卯木是不是入了餵土的動木 他入木了 樹根進去了墳墓了 這一個我們當時在斷的時候 明白了我們沒有斷到 是不是 我們要檢討 為什麼這一點我們沒有看出來 這留帶了以後 我們占卜用意的時候 我們精進的一個資料 原來入了動物 木頭 卯木入動物 卯木入動物 OK 因此我們看到第二個驗禍論 他說武搖的身經入日暮又逢空 逢空了 這個來瞻的人叫祖樹 兄長今年心情大變 造成家庭不安 這個家庭的問題很複雜了 主家的這個父親 那也是一樣精神錯亂 那此案的起結跟擇日擇塔進京 原因並沒有親自的參與 尚需待驗證是否能如驗懷孕 家運是否安寧 就在今天是 已經就禮拜二了吧 禮拜三了 我們禮拜三 昨天下午 禮拜一 禮拜前天下午的服務 安心道場的服務 是禮拜一下午跟禮拜三下午 禮拜一下午這個主家再來了 他說老師受孕了 我說非常恭喜 你們把你們祖先的問題解決了 得到你們祖先的庇佑 以上用今天一個簡單的例子 最重要的是要跟各位 傳達一個概念 你不要以為解掛要用非常深的 那樣的道理去解它 你現在所知道的一些基礎 其實就是你解掛最大的幫手 你十年以後 二十年三十年以後 你要解任何一個掛 妄向修求屬破劍合 你絕對離不開 十二長生 你可以有很好的一個參考價值 剩下的就是我們平常怎麼樣 多沾多學 我不同意說因為你不會解掛 所以你不沾掛 你應該是越不會解掛 你越需要沾掛 老主的慈悲告訴你 你剛開始學瞻的時候 答案非常的簡單 就像法規一樣 yes or no 沒有其他的問題 你慢慢越來越深入的時候 那個掛項會越來越精彩 它一直在引導你往前進 在你每一次的占卜 或是羊仔外出勘察服務裡面 其實都是一個課程 你每一次出去看羊仔 絕對不是白看白拿紅包的 那裡面多少的知識 那裡面多少的經驗 要你逐步的去吸收 要你逐步的去深入去了解它 用意占卜 每一次的掛 就像剛才我講的一個例子 為什麼我之前 我並沒有辦法斷出說 它樹根入木 我只斷它入水呢 原來我沒有注意到 卯木入了未圖的洞木 原來樹根進去了 樹根進去了 感恩老主 感恩師父 感恩等等的菩薩 把這個事情 也就好好圓滿地落木了 謝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 再次很感謝 原英法師精采的論述 也證明我剛才沒有亂說 它真是一個很精進 很精采 很努力的好榜樣 各位學到了法以外 他不僅是法師 而且還告訴我們 初級班兩年不要小看自己 有沒有給我們很大的信心 有 這就是法師以外 還有一個什麼師 無畏師 有沒有 欸 一次聽兩行筆 對不對 得了法師 又得了他的無畏師 給我們很大的信心 還是不要吝嗇 再一次的掌聲 謝謝原營 謝謝原營 我們易經風水初級班授課 2003年起 在桃園的國風 鷹哥 新屋 桃園道場 早上我們報告到現在目前的最高得榜 那個是開幾班 你們沒有記住啊 31班 31班 不是聽聽就過去啦 等一下還要評量 不是考試 大家每一次都在外面給我封聲 說那個 那個某某人最會考試 不是考試 叫評量 各位懂得嗎 評量跟考試是不太一樣 跟真事不太 不知道回家查字典 好 來 我們聽聽看 這個原營法師從2003年到現在開 39班 這種態度 我們難道可以不致敬嗎 來 歡迎 好 我們最敬愛的師父 會長 胡會長 我們的主持 各位法師 各位講師 賢士同修 阿彌陀佛 我很感恩師父 進入這個法門之後呢 確實 師父對我們的尊贈教誨 我們學習一定要用意 用意才能立人天 所以我遵循師父的開示 一定要把班開滿 其實呢 我不是只有開我們的道場 或是教師的班 我還不用到大學去開課 又到萬能科大去開課 因為師父開示 要到大學去開課 所以我遵循師父的指示 當然 我們每個法師都很優秀 而且呢 我是陶淵道場每一班的班老師 當然我沒有班老師 每天都在那邊 督導同修的上課 但是呢 我有空 我一定進入我們的正旗班 聽聽我們這個法師的開示非常好 我們昨天也收穫非常多 你法師講得非常好 以前我沒有聽過的 所以呢 我非常讚嘆我們每個法師呢 真的都很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努力精進 而且呢 正旗班的同修 一定不要推到 不要看師父只有在店上 講個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那都是寶 我們每個人可能都不了解 所以 書講的一點點 我們受用無窮 不要認為 書講了之後 有法師來講 有的人就認為說 那個不值得聽 這個錯誤了 我們學習一定要精進 而且呢 凡事用意沾掛 我們A女法師昨天也講到 你玄光一星 你如果在六百的地方 碰到那個棺木屋的話呢 你一定身體不好 非常正確 我們配合沾掛呢 凡事皆沾 各位同修 你們一定要了解 不管看工廠 看住家 或是要安室內 先用一沾掛 看哪個地方最好 這些A女法師開示的 非常殊勝 那A女法師跟隨師父 也可以說最久第一屆的班長 所以我們很讚嘆 謝謝 我們今天講的當然 十五所開示的 一花開威 結果自然成 當然呢 我們要把政法傳到原的地方呢 第一個每個人都要精進 一經新法呢 傳成中法文化所有的道統 這非常殊勝 而且是世界的一盞平等 世界要和平 一定要用意 用意才能夠讓世界和平 我們每個人都要精進 再精進 把一經學好 然後呢 洪化到任何的地方 這非常殊勝 這樣的話呢 才能讓大家 這個生活無憂無力 安定下來 當然 我們師父 每一次在上課的時候 都尊尊教委 告訴我們 凡事皆瞻 一定要用意 用意才能夠把問題找出來 然後用意把問題解決 這在任何法門 絕對找不到的 只有我們 微信聖教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的學習 努力學習 精進再精進 每個人如果這樣的話呢 那世界要和平 那非常簡單 所以我們每個人 一定要好好的學習 任何的課程 不要小看他 法師每一次講的 像我們剛才 我們這個 人前法師 他告訴我們 你這個辦公室不對 你就會犯了 很嚴重的問題 恩愛法師也開市啊 你這個哪個地方 虎王頭 那你必須要用意去沾掛 當然恩愛法師也告訴我們 凡事要用意沾掛 這沒錯 恩愛法師實在很開市啊 你不用意沾掛 你沒有辦法把問題找出來 所以 事務開市的非常正確 凡事一定要用意沾掛 當然 我們一畫開五月 事務也開市啊 每個人如果你把法傳出去 一個人傳五個 那 這個倍數的成長非常快速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把這個新法學好 世界要和平 很簡單 只要我們每個人呢 把新法學好之後呢 弘揚到任何一個國家 那一定世界會和平的 所以每個人 你不要認為你是一個小分子 你絕對是一個未來的人天師 不要小看自己 法本身非常珍貴 書的妙法呢 讓我們能夠應用在任何地方 絕對不是在你家庭而已 不管是學校 機關團體 或是任何國家 但是我們一定要了解到 書的苦心 書開市呢 你一定要用心去了解 我們的妙法在哪邊 應用這個法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剛開始學習 沾掛的時候不會 我們可以請我們老祖孫 試個比較簡單的掛像 老祖一定試你的掛像 非常簡單 剛開始 老祖一定試著掛 讓你看得懂 讓你更有興趣 但是你學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掛像會越來越深 當然你要進入經典 你要進入我們書的真山譜藝 一定要多看 進入我們的一經基礎學 那一些都是很好的經典 那你有空也可以多看一些 書的唯一心天下事 師父把所有的一切畫像也都在天下事演繹 讓我們能夠了解到非常多 師父真的 我真的很感謝師父 如果沒有師父呢 我不是像原理法師這樣做拐杖 我要做倫理 因為我在大安市 那時候書很出名 然後有人舉報 我們大安市違建 師父開始爭建 那當然 師父開始我們不要讓大家有失灰之心 我們就把它拆掉 那一天不小心我的腳受傷了 那受傷我不以為意 我認為小傷口沒有關係 但是我也知道我的重點呢 腳容易受傷 所以我還是到醫院去檢查 我告訴醫師呢 幫我用那個 人工筆把它貼好 醫師說那個小傷口不用 我說沒有關係我自費 他就不肯 結果他拿的藥呢 他告訴我睡覺的事 你要睡覺呢腳要抬高 不然的話那血液形狀不好 我照他的話做 第二天中午我休息的時候呢 睡覺呢我把腳抬高 那睡了半個小時要下床 沒有辦法下床 我發現這個傷口已經不對了 我當時候在床上我就用手掛 開示凡事皆沾 那我用手掛沾掛呢 父母動這個藥沒有效 我就趕快上網去查這個 當下有幾位醫師 我馬上去查 一個跟我有緣 我就趕快去掛號 然後去看這個醫師呢 這個醫師告訴我 風惡性組織員 那所以我就 當時候其實我們對這種病症 完全不了解 我告訴他我今天晚上要 還要上課 他告訴我要馬上住院 不然的話腳要記掉 我們一聽腳要記掉 真的我們非常的恐懼 然後我告訴他 讓我們明天再來住院 他說不行你趕快 先頒住院手續 你明天再來住院 結果當天晚上我上課的時候 腳已經腫起來很大 當晚馬上去住院 所以疫經能夠救我們 任何事情你都可以用意 絕對不是單一方面的 所以我很感恩師傅 我們道場還沒有設立之前 師傅開示 你一定要把課程全部開滿 這樣呢 道場就很容易成立了 所以我就很歡喜心 我到處去開課 我真的是開到滿了 沒有時間了 連我師姐都告訴我 你能不能不要開那麼多班 我說第一個 我要感恩老祖書孫 第二個 這麼法的好 我一定要把它傳出去 我是秉持著 師傅的這種博愛的精神 所以我開課的班數特別多 所以每個人如果能用心 把我們的法好好傳出去 不管到哪個地方 都會受到大眾的歡喜心 尤其我們的義經心法 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但是你要記得 一定要進入經典 深入經典 把掛項學好 這樣的話 對我們來講 絕對沒有問題 絕對不能胡說八道 要以經典為依據 好 像這個詹 以公司的緣分 這是一個 學了一半之後 他發現 他這個經濟的壓力 所以要到大陸去工作 那我幫他沾掛 我說你到這個公司工作 永遠不記住 為什麼呢 四搖兄弟 第一個 入幕 第二個 祭神來課四搖 祭神六望向 你第一個 你的這個能力不足 他不相信 就去了 去了之後 我告訴他你做不了三個月 你就回來 他做兩個班 老闆告訴他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你回去吧 所以我們已經 非常的直接告訴我們 你跟公司有沒有緣分 我們在師父的八卦基礎學 裡面也有第138月 我們第一個 要經典來正到 不能只有你講的而已 你講的在哪一頁 你必須把它列出來 這叫孫日經障 好 請 請再看第二個 這個 我們要了解 有沒有緣分 你必須要用易經沾掛 像這個 雖然是洞來生世搖 有緣分 但緣分也不是很好 因為這個洞不是很旺向 但是還是有緣分 好 請看下一個 這個有一個我的朋友 他在英哥的水壩那邊抓魚 他抓的是新鮮的 所以賣得很貴 有一天我去 剛好去爬山 碰到他太太在賣魚 他太太跟我講 魚對夫妻很發心 他們抓的魚 新鮮的 然後買了又把它放生到水壩裡 那我直接告訴他 以後不要抓魚 這樣的話對我們不好 因為你抓過來人要放生 你又把它抓起來 第一個 一定會 對我們得有傷 我告訴他不要抓魚 但是他說抓魚很好賺 他沒有聽我的話 結果差不多經過兩個月 他家的師姐打電話給我 請我幫他沾掛 他先生早上出去抓魚 還沒回來 我一沾掛 沾到這個掛 三桌筍 關鬼來客四窯 又白虎 你要記得 關鬼又白虎 因為當時我是九十 這個掛牆很早 任五連 當時我還不敢確定 所以我請書開示 書說這沒回來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已經往生了 我請書開示當天 我跟他回答 這個先生已經走了 然後當天晚上 在那個水壩底下發現這個屍體 所以我們要了解 易經就是告訴我們真實的事情 我們一定要把它學好 還有我們書開示 不要去釣魚 那如果你捕魚人家要放生 你也不要去捕 我們倒不如回歸自然 好 請看下一個 這個參加考試 你要考試 事前能不能考上 我們可以用易經沾掛 這沾掛呢 天風過動四窯 那四窯望向 因為是晨月五日 四窯望向 硬窯望向 又動來生 所以這個考試考得很好 這在我們的書 這個基礎學裡面也有 那曾山樸也有 我們都可以去找到這個 實際上的經典 中文字幕提供